地理分析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地图 地图 所以这叫做地理分析 我们先打开一张新的 新的视觉化图表 这个报告 然后接下来在 地理分析里面 当然第一件事情 我们点选地图 点了一下这个地图 其实在这个地方有 那个地图 还有这个叫做区域分布图 还有叫做 图形地图 那这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们这边不去 深入研究 因为有些人他画图 他希望沿着那个边缘来去画 然后填上适当的颜色 举例来说 台北市有12区 他希望特别标出来 他不是只要标台北市 他标出各12区的行政区 而不是只在上面放一个原点 我现在介绍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地图 就是上面只会标一个原点 好首先在这个地方 因为当我点了地图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不是位置 这个位置 location 其实我觉得 应该翻成像 例如说 那个地理名称 比较适合 决定来说 像那个台北啊 新北啊 桃园 这些县市的名称 会比较适合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看到有一个叫做城市 请把城市放到地理 位置 位置这个地方 他接下来他是不是就开始去找 我是用我的手机 我不是用这边的网路 你们用这边网路可能 一刚开始还蛮顺 可是等一下你可能就会越跑越慢 好 有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地理的名称 明明是大陆的超市嘛 这边为什么会画到一些韩国啊 这边有看到 这个是日本 这个还正在到这个地方 这是因为那个名称相同的关系 就好像说 台中是不是有北区 台南有北区 基隆有北区 所以当你现在没有标县市名的话 那这个北区所指的是哪一个 这就不知道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做地理分析的时候 很有可能我们会加 会标那个 前面县市的名称 例如说 台中市北区 他所指的那个位置跟 台南市北区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所以记得记得最好不要单独把北区 列为单一项目 应该要结合县市名称 这样才能有效的区分 好 所以你们这样知道 如果说你今天要做开放资料的时候 你是要做居住县市乡镇 就是合并在一起的名称 还是居住县市一栏 然后乡镇名称一栏 你是要把他合并在一起还是要分开 是不是要合并在一起 对不对 例如说台中市北区 这是合并在一起的 不可以把它分开 你把它分开的话 请问你 北区在好多地方 是不是有相同的名称 基隆也叫北区 也有北区这个地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 这边是不是有 可以看到有一个大小 我们就把销售额放到大小这边 然后把这个区块放大 把这个地理地图的中心放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圆点 很大圆点 这个圆点它叫做上海 有看到吗 这就是地理分析了 简单说就是圆点越大 代表销售越大 那这边可以看到 那个有些圆点是很小的 好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样看可能不太好看 这边这个有一个大的点 这边也有天津 还有这个叫做北京 这都蛮大的圆点 这边有一个昆明 昆明 这边有一个 深圳 这都是比较大的销售城市 还有这边这个城市西安 可以吗 你可以从那个圆的圆圈的大小来去观看 好所以再放大一点给你们看好了 再放大一点 所以这个点 这个点是不是蛮大的 一看就知道我们要看哪几个重点 是不是就可以依照那个圈圈的大小来去看 这是当我们今天城市树木很多很多的时候 我们挑重点出来看 这是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按摩